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线评论 作为一个开放、包容和多元的国际化大都市 香港是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和中西文化汇税的吸引力 最近一年多 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多项 旨在吸引优质人才和科技企业来港发展轻业的措施 并已初见成效 这是令香港正在加快集聚更多高端科技创新料素 经济结构升级和优化的优势和潜力继续加强 出生率的下降 和人口的老化 是影响香港经济社会 长期发展的因素之一 2022年 香港人口出生率创下了 1961年 有纪录以来的新低 而在香港优财计划 特别是高财通计划 推出之后 2023年 香港 正移入了 5.17万人 其中 4.08万 从内地流入香港 截至到2023年的年底 香港人口 临时数字达到 750.31万人 与2022年同期的 747.26万相比 增加了3.05万 这是继续2019年 之后 香港人口再次突破 750万 为香港经济长期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洞流 表明了香港继续 对人才保持强大的吸引力 其中 商贸 金融 等 香港传统优势部门 以及特区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的 科创行业 就成为了 吸引人才的热门行业 来自香港特区政府 勞工 及福利局的调查显示 54%的抵港申请人 已经是就业 主要是投身 金融服务业 有31% 创新和 信息科技业 有18% 商贸 17% 都是主要等等这些行业 这句调查中 2023年 抵港的3万多名 高财通人才 以及他们的配偶 以他们的就业收入数据 进行推算 高财通计划估计 可以为香港带来每年约340亿元的 直接经济的贡献 这是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的 大约1.2% 除了经济的贡献 高财通人才 以及他们的配偶 普遍都是较为年轻的 过半的人员年龄都在40岁以下 加上他们当中有不少 带着一些年幼的子女定居香港 因此 既为香港本地的劳动力 增添了生力军 亦对香港人口的结构 带来了长期正面的影响 除了在人才引进方面取得成效 香港还加快推进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部份 并将它与 再工业化的目标 紧密地联系起来 着力推进 北部都会区的建设 正在吸引 境内外众多的 科技类企业 前往香港发展 这样将会逐步改变 香港产业结构 脱实向虚 和 过度软化的态势 化解香港经济的深层次矛盾 总体来说 香港在科研和教育方面 具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 科技产业发展是相对薄弱 因此 特区政府一方面 设立了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 这些机构和基金 以加快 科技企业引进的步伐 同时 围绕完善 创科生态圈 要壮大本地和海外创科的人才 富 建设 自卫香港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 重点领域制定相关的政策 借鉴内地和国际的经验 香港是利用北部都汇区 具备整片土地开发的优势 在疲论 深港 科创区的新田区域 建设科技城 用这个来解决 科技企业发展中的土地供应不足的难题 长期来看 通过引进国际级的科技龙头企业 这些举措可以带动和扶持 本地的初创和中小型企业的集困发展 实现 创新链和产业链本地的有机结合 促进 科研成果 本地的转化 新田科技城 将会成为 香港科技创新产业 加快发展的 引擎 以及 港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节点 有助于 实现香港南金融北科技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 另一方面 着力汇聚和发挥 港深两地的优势 为首将 河套地区的 港深创科员 就和一何之隔的深圳科技园 建设成为两地科创的合作区 实现科创要税 跨境流动 和优化配置 促进两地科技的产业协同去发展 在这个基础上 扣建国际化科研合作平台 去汇聚顶尖的科研人才 香港现在正在全力打造 分别是聚焦 医疗科技 和人工智能及机械人科技的 两大创新平台 自今 已经是吸引了海内外 三十几家 顶尖的大学 和科研机构 就和本地的大学 和科研机构合作 这样 是有助于 提升 香港作为国际科研合作中心的地位 这些措施 已经令到香港 在人才和企业 引进的方面 取得显著的成就 来自世界各地的有色知识 都能够看到 背靠内地 联通世界的香港 依然是保持巨大的优势 我们可以预见 未来香港 在内地和国际开展 科研交流合作的时候 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还会进一步加强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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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